女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男人 身边的同龄小伙他张口就叫别人爸爸 而另一旁的吉他女孩他又叫别人妈妈 这些操作实属给两位朋友整不会了 女孩话还没有说完 就走进来一个穿着帅气的女人 这个女人正是梅尔他们三人乐队试镜的经纪人 经纪人要求他们赶紧试镜 女孩因此被迫成为乐队的成员梅尔 妈妈强行塞了一把吉他给他 爸爸则叫他跟着感觉走不要压力太大 随后表演就开始了 可是女孩看着两人敲锣打鼓的样子 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干啥 没过一分钟他就将这次事件搞砸了 紧接着经纪人就站起来一脸失望地离开小屋 女孩的爸妈急忙追上去解释 说梅尔只是因为压力太大 想要经纪人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经纪人的车刚开走 梅尔的父亲就开着车来接他了 父亲揪着他的衣服 直接就把他拽上了车 梅尔又再次被带回了农场 他为了验证自己附身梅尔的事情不是梦境 于是他拿着一个包裹 将包裹埋在了苹果树下 想着等哪天苏醒后可以用这个包裹来辨别真假 晚上在洗澡时 女孩看着镜子里面的梅尔又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他想知道男人的乐趣是什么感觉 于是他就对着镜子一顿疯狂疏 销魂的表情和动作实书给小编整的不会解说 他在洗完澡心满意足之后 就美美地睡了一觉 当第二天醒来 女孩终于又重新变成了自己 他急忙来到埋葬包裹的苹果树下 刨开土一看发现他埋的书本确实在里面 他满脸疑惑地回忆着这一切 但是又实在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